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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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 請大家翻開 經本第四十四頁 太上感應篇 此講第四十四頁 從第三行看起 第三行 第二句 用妻妾語 維護母性 昨天我們 學習到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也是自古以來 常有的事情 在感應篇 講到的 都是我們 生活當中 很容易 發生的事情 這裡的妻妾 古時候 之後 依照這個古裡 有妻有妾 這個 夫妻 可以納妾 所以一般 有一些有錢人 我們一般講 三妻四妾 這是 古代 我們現在呢 這個 法律規定 只有一夫一妻 不能納妾 古時候 除了妻之外 還可以納妾 那妾這個多少 這個就不一定 妻妾這一個 禮賜啊 也是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道理 在一個 比較 高地位的 他在 世衛上 做很大事業 有妻 有妾 有妾 那麼現在 就不能納妾了 現在納妾 那個妾 肯定要跟他先生離婚的 這個 那麼這樣的一個 這個 制度啊 也很值得我們去思考 現在一夫一妻制 那麼如果 這一個 這個 大家都遵守這一個 這個男眾啊 都遵守這一個 那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如果沒有 那麼肯定啊 那 他那妾呢 不合法 他肯定這個 妻就要跟他離婚了 那麼現在呢 用一夫一妻 是不是這個先生 都沒有找 第二個女人呢 我們現在在社會上啊 那些大企業家呢 大概都有 兩個 三個 那我到那個 台塑 台灣塑膠公司 我就聽說啊 這個 創業的啊 這個王永慶先生 三個老婆 大老婆 二老婆 大老婆啊 這個 最大的 二老婆 信基督教的 三老婆信佛教的 所以請我到六清去做法會 是三老婆的女兒 大家 這個 在現行的法律啊 那不允許你 有第二個老婆 所以你要跟 下面一個結婚 那前面這個 肯定要離婚的 那這樣的制度 跑不好 也有很多啊 大家要去思考的 那因為離婚啊 畢竟 就造成啊 家庭的創傷 那也 不是因為 這樣的制度 那麼他就遵守 一夫一妻 不再去找了 那古時候這個妻妾 他那妾是合法的 也有他的好處 他不用離婚 他可以保持啊 一個家庭的 完整 所以每一種制度啊 都有他的優缺點 那麼此地講的啊 妻妾啊 就是 古時候啊 現在呢 不能有妾啦 只能有妻 不能有妾 那麼妻或者妾 對先生 講了一些話 也要看他 有沒有道理 此地講的啊 採納妻妻不合道理的話 是不合理的 那如果合理的 當然你要採納 啊不能啊 不能說啊 妻妻講的話 那就完全不採納 是這樣啊 那此地講就是 不合道理的 不合道理當然 不可以採納 不可以採納妻妾 不合道理的話 去違背父母啊 正確的教訓 是這個意思 所以 父母的教訓 在古代啊 都是正面的 正面的 這個地方啊 父母性也是正面的 不是負面的 如果父母叫你去偷去搶 那個就是負面的 那個父母教你這樣做啊 那你也不能 不能這樣去做 這樣做呢 也害了父母 所以地址規也講啊 親友過 你要親見 所以這個地方啊 用妻妻語 妻妻講的不合理的話 那父母的教訓是正確的教訓 你不能用不合理的 你不能用不合理的 妻妻語 來 違背父母正確的教訓 是這個意思 如果用妻妻語 你違背父母 這個 正面的教訓 那就錯了 這個就不可以 父母教訓我們 要遵守 倫理道德因果 要遵守 這個不能違背 那麼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像我母親啊 從小都教我們 幾頭三尺有神明 身裡有三師神 不能做壞事 那這個教訓是對的嘛 跟感應篇跟經典聖賢教訓是對的嘛 這個我們就不能去違背 那如果這個 你討了老婆啦 那老婆說 那是迷信 那是迷信 然後用老婆 講的這個話呢 去違背父母這個教訓 那就不對了 就錯了 這是舉出一個例子 大家明白啊 這兩句話 真正的含義 我們再看下面 德信忘顧 口是心非 這個俗話講啊 衣服穿心的 人啊要救的 這個是講啊 我們人情世故 人情 所以我們 不能喜心厭舊 得到新的 然後舊的就忘了 這樣顯得啊 這個人心啊不厚道 應該啊 要念舊 我們人常講啊 某人啊 很念舊 念舊啊 就常常啊 想到啊 舊的朋友 這個情誼啊 很深 所以 這個跟弟子歸講的 弟子歸講的也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 得心啊 不能忘顧 有新的朋友 不能忘顧交 這些舊的朋友 如果一個人得心忘顧 那麼這個人啊 真的就 人心啊不厚道 好 口是心非 那口是 那麼 講的 都是很合理的 都是對的 但是心裡啊 他的想法 並不是這樣 這個是 心口不一 所以心裡想的啊 跟口中講的 啊 要 要 一樣啊 要相認 不可以口是行為 對 貪墨於財 驅往其上 這個 貪墨啊 這個字啊 念墨啊 貪污錢財 墨入自己的口袋 貪墨於財 這個 見到錢財啊 起了貪心 這個也是很容易換的 我們也很容易換到這個 這個貪財的 這個 惡業 所以這個錢財啊 我們 要得之有道 金子愛財啊 取之有道 那要合理 不合理的錢財啊 你得到了 實在講啊 不但沒有好處 而且啊 有壞處 這個貪污情財 在 中國外國 古今中外啊 這個 就很多了 下面這句講 欺往其上 欺是欺騙 欺瞞 欺瞞啊 喪失 欺騙上面的人 我們這個兩句啊 特別是做官的人啊 如果沒有實時啊 提醒自己 那就很容易犯 犯了貪污錢財 犯了貪污錢財 那必定要欺滿其上 欺往其上 一定是要 用種種的方法 來欺瞞 來 掩飾自己這個 貪財的 罪過 我們再看下面 造作惡愚 慘悔平人 這個惡愚啊 就是我們 佛經講的 惡口 在十善夜道經 口夜啊 講了四種 在五戒呢 它是講一條 妄語 那五戒的妄語啊 它是涵蓋 惡口 兩時其語 妄語就是欺騙人 講假話欺騙人 故意騙人 這是妄語 那麼惡口啊 就是 兇惡的話 傷害人的壞話 那麼講這個話呢 這個很傷 很傷人的 口氣也不好 講的那個話呢 讓人聽得很難受 所以俗話講啊 利刀割水痕一合 惡口傷人恨難笑啊 就是你一把利刀 在水給它化一化 你一化 那個水馬上就喝起來 那在利刀割水啊 痕一合 那一割馬上啊 它又合起來了 但是呢 惡口傷人就恨難笑 這個 講這個惡口啊 是傷到人啊 那可能那個人就恨一輩子 如果不是寫傳統文化的啊 修養不好的 可能它就 懷恨在心 那麼此地講這個造作惡語啊 捏造啊 不利人的壞話 在我們台灣啊 這個選舉常講啊 抹黑 那這個就是造作惡語 造作惡語啊 懺悔平人 這個平人啊 就是平白無辜的人 他造謠講這些壞話 造謠毀謗 平白無辜的人 這屬於 惡口的罪業 這個罪業呢 也很容易犯 毀人稱職罵神稱贈 毀人稱職罵神稱贈 那麼這兩句也屬於 惡口業 毀壞別人的名義 和人格 那自以為啊 正職 過去我們敬老和尚啊 也常講啊 那 也有人啊 去毀謗牢上 還登報紙 那現在呢很多 現在還是很多 那大概也是二十年前啊 桃園 桃園有一個居士 看到這個 有一個法師啊 登報紙啊 去罵牢上 那報紙拿來給我看 他說我們要不要再寫一篇罵回去啊 我說他是罵牢上 我這個拿到新加坡啊 向牢上報告 看要不要罵回去啊 要罵回去 你再去寫 那麼拿到新加坡啊 給牢上看 牢上說讓他罵 罵累了他就不罵了 我們不要去回他 所以牢上看也沒看 後來他老人家講了一句話 他說現在啊 有一些人啊 專門找一些有名的人來罵 找一些有名的人罵呢 那以為說他很正直啊 那他就出名了嘛 有一些人啊 幹這種事情 但是呢 自己造口業啊 惡口的業 那這個惡口業啊 死了以後會下那個 拔舌地獄啊 那天我們看那個 動畫啊 那個江老師畫的那個拔舌地獄啊 那個舌頭被吊起來了 那好恐怖 如果啊 看到那一個啊 我們也不敢去造惡口 那現在人啊 那現在人啊 你給他講這個 他不相信 他認為是迷信 哪有那一回事情 那佛在經典上講的 佛講的都是事實真相 他不會去騙人 他也沒有必要啊 就是 去講一個不是真的 然後來嚇唬人 佛大慈大悲 那怎麼 他會去講一個 那不是真的 然後來嚇唬人 這樣用這種手段來欠眾生啊 不要造惡 不是 佛真正大慈大悲呢 就是 告訴我們這個事實真相是這樣的 你相信這樣 你不相信他還是這樣 讓我們知道這個事實真相 避免造那個惡業 去受那個惡報 那不相信 不相信吃虧在自己啦 那麼這一句是講 毀壞別人的名利跟人格 那他去 他去毀謗人啊 然後啊 來顯示自己 我很正直 我講的話呢 很直 很正直 這叫毀人稱之 這一句是對人 下面這一句是對神 罵神稱政 那他就罵神明啊 自以為是公正 連神他也罵了 這個都是自己造 造啊 口業 造口業 造口業 這個都有果報 下面講 氣順效膩 背輕向俗 這一句啊 現代人 非常多 有 這個就不合乎 常理 不合常理 去就是離去 就是 捨去 捨去順天理的事 去效法逆天理的事 這個叫氣順效膩 這個叫氣順效膩 有一句話講啊 順天則昌啊 逆天則亡啊 逆天則亡啊 氣順效膩 那麼你 一個人 人心啊 不順乎天理 去效法那個 違背天理的 這些事情 說這些話 做那些事 這個叫逆天 逆天則亡 他叫氣順效膩 他叫氣順效膩 現在人啊 做的都是這些事情 都是氣順效膩的事情 違背天理的事情 背輕向俗 背就是 背離了 背離至輕骨肉 那反而啊 向外人 獻殷勤 自己人啊 那不輕 那向那些外人 獻殷勤 這個也違背常理 這個也違背常理 違背常理 實在講啊 也是違背倫理 我們不然講倫理道德 違背這一個 這個 在台灣現在啊 這個執政黨 就是 現在做的就是 這一句 那麼對自己祖宗啊 不要啦 不認自己祖宗 難道是向外國人好 他不承認啊 祖宗是中國移民過去的 他說跟中國沒有關係 為了他的政治目的 那麼 被親向俗啊 我看他的祖宗啊 看了都會流眼淚啦 不應該以這個政治啊 去否定自己的祖宗 否定自己的祖宗 歷史文化 一面啊 向著外國 這個是違背常理 我們再看下面 指天地與正比凡 引神明而見為事 是 我們看指講 存心不良 反教天地做見證 這個比懷啊 就是 存心不好 好 那麼還要 請這個天地神明啊 給他做見證 引神明而見為事 做誤會的事 請神明啊 還給他見察 這個就是沒有 敬畏之心 對神明啊 沒有敬畏之心 對神明如果有敬畏之心啊 那就不會做這個事情 對天地神明 存敬畏之心 那這個 我們 不好的存心 不好的事情 那怎麼敢還叫天地神明來 做證明呢 來 檢查呢 下面這一句講 施以後悔 假借不凡 這個施捨財物 後又懊悔 後又懊悔 這是布施後啊 又後悔了 這個 佛經上啊 也有講在安事前書引用佛經 講的 這有人啊 有人啊 一生啊 前半生發財 後面啊 他又破產了 這個佛在經上啊 講的這個因果 前身啊 修布施 布施 布施又後悔 所以這身德國報啊 前面發財 後面啊 財產又 沒有了 所以布施 就不要再後悔了 所以我們 所以我們 一般講啊 布施啊 要禁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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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以前啊 新加坡有一個 檀產老和尚 在新加坡的城隍廟 賣這個香煮 賣這個香煮啊 他賺的錢啊 自己省吃減肉 都拿到大陸來修那個 破損的寺廟 幫助大陸啊 修這個 舊的寺院 幫助很多 那麼他有一個 他這個布施啊 也是我們 要學習的 他這個錢給這個 試驗的負責人 住持 就給他交代清楚 就給他講啦 所以這個錢啊 是給你修這個寺廟的 因果就是 你要負責啦 把他交代清楚之後啦 布施後 他就不會再去過問 那你做不做 你做得如法不如法 那因果你自己負責 他不會再去過問 所以他這個布施啊 叫做靜施 他用清靜心去布施 不是啊 他布施了之後 然後啊 一天到晚還去 去檢查 去詢問 那這樣啊 自己心就不清靜了 不清靜啊 就不是要靜施 所以他這種布施 叫靜施 用清性心布施 是 因此啊 我們敬老和尚 對他非常讚嘆 這個值得我們學習 你把這個事情啊 交代清楚 我這個是做什麼的 交給你啊 那你就是你負責了 不要布施之後啊 又後悔 那心就不清靜了 那麼此地講啊 布施又後悔啊 也是罪過啊 為什麼罪過呢 自己生煩惱 生煩惱就是罪過啦 布施就布施啦 你要 後悔什麼呢 如果相信英國的人啊 那你布施 縱然啊 人家騙你啊 實在講啊 也不吃虧啦 如果了解英國啊 那沒有吃虧的人 吃虧啊 反而占便宜 不了解英國的人啊 那麼他 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事實真相 所以認為啊 他吃虧啦 實際上啊 你布施做好事 是絕對啊 不吃虧的 假借不煩 那麼 俗話講啊 有借有煩 債借不難 我們 不能啊 給人家 借了財物 就不肯償煩 有一些人啊 的確是 借人財物啊 他是不肯煩的 他就打算不煩你了 他就打算不煩你了 我記得啊 我在十九歲啊 那個時候去打臨時工 在台北啊 這個大同公司啊 去做臨時工 那麼裡面有一個同事啊 就給我借錢 那個時候借了幾百塊台幣 那個 四十年前 四十幾年前啊 幾百塊也算不少了 那麼他就給我講 哎呀我領薪水就還給你啊 那麼領薪水那一天啊 他就可以講啊 哎呀他現在又有什麼 什麼事情啊 用到錢啊 現在啊 就 下次再還給我 那麼那個時候呢 我已經在聽老上講經了 也在練阿彌陀佛 那個時候練阿彌陀佛求往生的意願 非常強烈 我十九歲就想求往生 那因為感覺啊 人生很苦啊 哇看到極樂世界那麼好 我十九歲就很想往生 好一直念佛一直念佛 然後就坐公車 大陸叫公交車 坐公車 那回家 下班回家了 那麼給我借錢那一個啊 我先上 他後面上他不知道 我跟他坐同一班 然後啊他要買車票 結果啊 他那個口袋啊 掏出來啊一把鈔票 我站在旁邊剛好被我看到 他就很不好意思 就把那個錢還給我啦 後來我想啊 大概我念阿彌陀佛感應 所以呢 他大概啊打算不還了 明明有錢耶 你口袋錢那麼多還給我說 沒錢啊 下次再還給我 那個我也沒有想要給他要 剛好 我先上去 他沒有看到我上去 然後呢那個時候還要上車買票 他的口袋一掏出來一把鈔票 他掏出來剛好看到我 他就很不好意思就只好還給我啦 這個假借不還啊 這個也是不好 我們有借有還啊 再借不難 你嗎 如果你給人家借的財物 你再不償還 那下次再要再向人借 人家肯定不會再借給你嘛 分外營窮 立喪實捨 這個分就是本分 分外就是本分以外的 就是不守本分 超過自己本分以外的 去經營去追求 去經營追求 這個也是不對 我們也不能看到 人家大富大貴發財 那麼我們也要分外去營窮 這個是不對 這個總是要了解英國 英國啊 所謂一飲一酌莫非前定 我們一生啊 賺多少吃多少 都有個定數 別人他榮華富貴 他全身有修 看到人家很有錢 很有地位 過去生啊 財布施 法布施 修得多 又健康長壽 他要修五微布施 人家修的嘛 如果你沒有修 我們也想要得到跟他同樣的果報 那沒有那個道理 那個 違背英國的法則嘛 這個英國律啊 佛也不能推翻啊 佛他只能把這個事實真相告訴我們 請我們啊 斷惡修善 菩薩為陰啊 眾生為果 所以不可以分外營窮 那麼我們想要 得財富 得聰明智慧 得健康長壽 如果 明白這些道理 那這一身趕快修 我們也可以改造命運 你不從這個地方去修 只是啊 想怎麼去做事業 那麼 分外營窮 你命中有就求得到 命中沒有 你用什麼方法也求不到 只有增長罪業而已 那個就沒有意義 地上失事啊 這個精力都放在奢侈豪華的佈置 這個跟上面一樣啊 盈利過度 那麼這個是 就是 南里的邪淫 正淫過分了 也不行 也會傷身敗得 那何況邪淫呢 那麼此地講這個三點水這個淫啊 除了這個南里淫浴 之外 凡事啊 慾望超過的 都涵蓋在裡面 如果南里淫啊 這個淫旁邊是個女字旁 那這類是三點水 三點水啊 就像下雨下得太多叫淫雨 淫雨 淫雨就造成水災了 那麼這個字來形容啊 我們 做任何的事情 那個欲望啊 追求的欲望啊 像下淫雨一樣超過了 過度 過度就 不對了 所以這一句啊 是廣義的 凡事啊 不管什麼事 都不能超過 你吃飯 你不能吃太多 喝酒也不能喝太多 做什麼啊 都不能超過 超過就不好 你吃飯吃太多了 那麼衛場撐壞了 這一句啊 那是廣義的 除了南里這個淫慾 不能過度以外 任何事情都不能超過 心毒冒詞 會食為人 這個 內心二讀 會冒詞 可 這個是心毒冒詞 這個 那麼我們看到這一句啊 我們自己心 讀不讀啊 大家 有沒有毒我不知道 但是我 知道我自己 心有毒 什麼毒呢 貪嗔吃三毒 這個我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因為我有這個貪嗔吃三毒 三毒煩惱 那什麼這個是佛經講的 那麼這個地方講的 主要是 針對啊 就是內心啊 惡毒 是特別指這一條 好 那麼內心惡毒啊 那麼就是 常常啊 存心要去害人 就是說沒有慈悲心啊 這個心毒就是沒有慈悲心 他沒有愛心 這裡 講的主要針對這個意思 他沒有愛心 很惡毒 那個心啊 都是想害人的 但是呢他外表啊 又表現得 哇好像啊 很慈祥 很和蔼 那這樣的人啊 實在講啊 是最可怕的 那我們不能犯這一個 罪業 廢食餵人 廢食餵人 就是把變質 骯髒的食物拿給人吃 這個也不好 現在這個食品啊 現在這個 大陸跟台灣啊 都有這個食安的問題 食品安全的問題 有一些 不法的商人啊 做一些 不好的食品在賣 我們敬老和尚講啊 這個是謀財害命啊 要賺人家的錢 又要人的命 那個不好的食物啊 食品 給人吃 人就中毒啦 現在實在講啊 我們很難得吃到健康食品 食物 市面上賣的呢 我們很容易去買到 一些化學有毒的食品 真的是像無量壽經講的 飲苦食肚 我們喝的水 也汙染了 吃的飯菜有農藥 現在吃肉的人啊 那個豬啦雞啊 都有抗生素 雞生素 那個都是叫會食 不好的東西啊 給人吃 都屬於這一句 這一句就是 做食品類的要有良心啊 那個大陸那個時候還 轟動一時的毒奶粉 那個真的是沒良心 連小孩子啊 弄那個 不好的 這個食品 給小孩吃 另外呢就是我們這個食物啊 它總有一個期限 現在這個政府規定啊 也有一個期限 什麼東西可以放多久 過了期限啊 那就不能吃了 過時的也不要送給人家吃 你要給人家吃啊 你就好了 過去我們在台灣啊 這個這個 也有道場啊 人家送的東西 他就把它放著 放到壞了才拿出來煮給人家吃 那好好的不拿給人家吃 不煮給人家吃 等到壞了再拿出來煮給大家吃 這個做法是絕對錯誤的 那應該好的就要煮給大家吃 不要等到做 放到了放了很久 放到壞掉再拿出來煮給大家吃 在早期景美法上圖書館啊 我們也 也收到過這種過期的這種食品 但是那個時候韓館長啊 他把關很嚴 看到這個過期啦 他就丟了 當時我們也不知道 有人啊 大概他們家在賣雜貨店的 一些麵條啦 那些有一些食品 送很多到道場來 結果館長啊 一看啊 看到那個日期都過了 大概這些人想啊 這些師傅啊 吃這些都沒問題 吃了毒了就變成甘露啦 那是阿羅漢以上才行啊 那我就不行了 我吃下去肯定要進一夜的 就不能把那個過時的 這個給師傅吃 供養師傅 供三寶 這個 也不對了 左道厚重 這個左啊 我們一般講旁門左道 這個左啊偏左啊 就是不正確的 我叫左道 這是中國文化 我們老祖宗就是傳統文化 你看啊我們現在這個 寫字啊都寫外國的 有左自右 那我們老祖宗啊 寫的這個字是 有右自左 過去啦在 大陸在台灣啊 有很多人啊 為了這個真 就是要寫外國的 現在台灣啊也有人是 寫肯的 有左自右 好 那麼我們老祖宗用 由右自左啊 有他的道理啊 他也不是隨便這樣寫的 他是根據這個東西南北 太陽的 升降 從東而升 從西而降 所以東他代表上面的 太陽啊從東方升起來 從西方下去 所以這個字啊 他是直行的 好 那麼 如果左啊 就是 錯誤的方位 所以用這個來形容啊 左道 旁門左道 用這個 腰法邪術 迷惑大眾 這些現在還是不少很多 就是旁門左道的 來 迷惑世衛大眾 這個現在太多了 甚至有的拿著佛教的這個標誌啊 他做的啊跟佛教都沒關係的 都是旁門左道 都是旁門左道 迷惑世衛大眾 這個邪教 有 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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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買這個布匹 買這個布匹啊 啊 要量這個尺寸 這個尺度啊 不公 買入量長 賣出量短 他量那個尺啊 動了手腳了 不公平 買那個布匹啊 量那個尺度啊 買進來啊 量長一點 賣出去啊量短一點 從這個地方啊 去賺取這個不合理的利潤 那麼 你去賺人家這個嫖音禮 實在講啊 扣掉自己的福報 實在講也是得不償失的 輕襯小生 這個襯啊 也是不公平 賣出襯青 買入稱重 那麼過去有個公案啊 以前啊 這個 買賣這些 物品 都用這個襯 現在有磅襯 這江老師畫那個 第一變相圖啊 也有一個磅襯第一 那以前啊 都用襯錘 襯錘 那麼那個襯錘啊 那個錘啊 也可以動手腳的 所以我記得看到一個公案 古時候的 好像明朝時代的 有一個商人啊 他那個襯錘啊 就是灌了水銀 所以 賣出啊 他襯青 但是你給他看啊 那重量是一樣的 一斤就是一斤 兩斤就兩斤 那重量一樣 實際上啊 沒那麼重 但是呢 他買進來啊 襯的就比較重 人家看了 很輕 實際上啊 很重 他那個襯錘 可以 作弊的 可以動手腳 所以他賺了很多錢啊 賺了很多錢 那麼臨終的時候 就告訴他兒子 說你父親啊 一生賺這麼多錢啊 就是靠這個襯錘 告訴他這個秘密 就是用這樣賺的 賺起暴力 那麼他兒子啊 聽到他父親這麼一講啊 哎呀 這個 他爸爸怎麼做這種 沒良心的生意呢 表面上 答應他父親啊 繼續啊 用他這個方式啊 去做生意 來賺起暴力 等到他父親過世之後啊 他就把那個假的襯啊 丟棄了 不要啦 用真的 用真的 那麼他有兩個兒子 還很小 他這個假的襯啊 丟掉不用啦 用真的啦 不騙人啦 結果沒多久啊 他兩個兒子死啦 他心裡就很不平 他覺得說 他父親啊一生 用這樣去騙人 用這個青春小生啊 去騙人 他 不依照他父親 這種方式去做生意 去騙人 那怎麼 反而他得到這個果報呢 兩個兒子都死了呢 心裡非常不平 那麼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個夢 夢到天神跟他講 他說你不要心不平啊 所以你父親啊 一生都是用這樣去騙人啊 青春小生 賺起暴力 這樣啊 得到財富 上帝啊 就派了兩個 煞星啊 敗家子啊 要來啊 把你父親賺的那個錢啊 全部啊 敗壞光光 弄到你們家破人亡啊 他說現在呢 你 良心發現 不依照你父親這種方式 去做生意去騙人 啊 現在呢 上帝啊 把這兩個 敗家子啊 收回去啦 再沒多久啊 會送兩個啊 報恩的來啦 到你家來 後來啊 他這個夢醒過來啊 果然沒多久 他的夫人又生了兩個孩子 後來啊 就是 光宗耀祖 兩個報恩的兒子來 所以有這麼一個公案 就是此地講的 清秤小聲 以味雜珍 那麼以假貨參雜在 真貨賣出 就是有夾雜 那上一提次啊 我們講到這一句啊 我也講到 這個阿里山賣茶葉的 我三哥在世的時候啊 他 在阿里山那些茶行啊 從山上到山下呢 他都很鎖的 所以他去買茶呢 沒有人敢騙他 那麼他喝茶呢 也喝到 很厲害啦 那個茶是什麼茶 什麼時候採的 什麼水泡的 他都能喝得出來 所以 大概也成為茶仙 所以那些茶農啊 不敢騙他的 所以以前我買茶 都透過他去買 他比較內行 我們外行啊 有時候買到假的 一流的價錢啊 買到三流的貨物 那麼他有一天給我講 他說啊 這些茶行啊 有時候都會去騙觀光客的 觀光客去買茶葉 我說怎麼騙啊 他說現在弄一桶茶 一大桶 然後啊 這個客人進來了 然後就是老闆抓出來 這個桶抓起來泡 那大家喝了 哎呀這個好啊 老闆給我拿兩斤 然後就買了 買了回去之後呢 泡了怎麼跟當時喝的不太一樣 啊 那麼 我就問啊 那同樣那一桶拿的怎麼會不一樣呢 他說你不知道啊 那一桶那麼大 他這裡放一半比較好的 這裡放一半比較不好的 然後泡給你喝 就拿這個好的泡 大家喝的當然好 但是要賣的時候呢 這邊好的抓一點 那邊不好的抓一點 然後問一下去 我說原來是這樣 還有這個 這個秘訣啊 那麼 像這樣 就是此地講 以味雜症 把那個不好的 殘渣在裡面 當然啊 不是每一家都這樣 我們也不能 去冤枉那個好人 真正 有良心在做生意的商人 還是有 我們也不能 一概而論 好像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呢 是有這樣的事情 自古以來啊 中國外國都有這個事情 如果沒有這個事情啊 那太上不會講這一句吧 那麼這個都是為了啊 賺取 不合理的利潤 用假的 掺雜真的 採取監力 這個跟上面這個有關係的 就以不正當方法 獲取啊 理 壓良為賤 漫莫於人 這個是 仗的勢力 強迫啊 清白人家 操守劍業 賣良為倉 這個 罪過也很重 漫莫於人啊 那麼 漫莫於人 就是欺騙那個 依奔的人 沒有智慧的人 去欺騙他 這個也是很沒有良心的 那個人都沒智慧了 你還忍心去騙他 你應該花心去幫助他才對嘛 怎麼還忍心去騙這些 沒智慧的人呢 貪婪無厭 咒詛求職 這一句就是我們 常講的 人心不足食吞向 這個貪心啊 無有之敬 對名利才是 貪得無厭 人如果知足啊 就常樂啊 那不知足啊 在天堂他也不快樂 那個貪心啊 沒有之敬 貪婪無厭 越多越好 現在整個世界啊 都是 朝這個貪婪無厭 這個方向在走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啊 這個世界 將來的前途如何了 大家都是貪心 我們地球上的資源有限 我們 這個貪心啊 沒有止境 一直啊 一直啊 去貪取這個 財力 過渡了浪費地球的資源 把下一代子孫的 要用的啊 我們都提前把它用光了 那下一代子孫 他用什麼呢 這個造的罪過 那我相當深言 奏主求職 這個對天地神奇啊 發誓 證明自己 有道理 很正直 這個是 造罪 在早期台灣啊 我看到這個新聞啊 常常在報 這個選舉的人啊 那互相罵 那麼有人啊 就到廟裡面啊 去斬雞頭 對神明啊 發誓 證明啊 他自己 是正直 有理的 那這個就是屬於這一句了 那這一句啊 也是造罪業 不能用作主來求自己的 理直 證明自己 有道理 證明自己很正直 不能用這種方法 四九被亂 那麼這一句就是五屆的九屆 九 在中國 在中國外國都有酒 都有喝酒 特別在中國 就是 辦宴席啊 無酒不承襲啊 好像你辦了一個宴席啊 那沒有酒了 就不承襲 所以 要酒席 酒席 那麼 酒 本身他沒有醉過 酒 不管中國的酒 外國的酒 都是植物去釀造的 他這個沒有殺身 但是 酒啊 他 喝多了 會亂性 酒喝多了亂性 酒在五界裡面 他屬於遮界 他不是性 性醉 這就是預防的 預防我們酒喝多了 亂性 被亂就是 做出違反道德的事情 亂性 去造啊 前面啊 殺到淫妄的罪業 所以他是 是預防 就不能喝酒 喝酒啊 怕你鬧事 有的人啊 沒有喝酒 他很老實 有的人啊 喝了酒 他就變一個人了 他就鬧事 這個我們 社會上看了很多 因此啊 世尊把酒 這一條列為仲介 就是這個道理 沒有喝酒啊 可能就不會去造 殺到淫妄這些罪業 喝了酒 那就不一定了 有的人啊 喝了酒啊 他什麼事情 他都 去做了 去打架啦 鬧事啦 有人喝酒 就是不能控制 喝了呢 他就亂性 到處鬧事 就是 這個就是造罪業 因此啊 這個 喝酒 會鬧事的人啊 真的這個酒他就 一滴都不能沾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看到 喝酒的人啊 我們常常看到喝酒的人啊 酒喝多了啊 他就亂性了 他就 跟人打架啦 鬧事了 那麼剛開始 他也 哎呀我喝一杯就好 那一杯下去了 沒關係再一杯就好 第二杯下去 再一杯就好 那再下去就沒完沒了 但是 一瓶喝下去 再喝一瓶就好 喝到最後他就醉了 他一沾呢他就 沒辦法了 控制不了了 那像這樣的人啊 就低久不沾唇 一沾呢他就 控制不了 沒完沒了 如果能夠控制的人啊 也就沒有什麼大問題啊 像我喝一點點啊 臉就紅了 就想睡覺了 沒有力氣去鬧事 沒力氣 那有人啊喝了啊 好像啊 昇龍佛虎一樣啊 我也想不通 為什麼他們 喝的體力那麼好 我一喝的就沒體力啦 這個個人啊那種不一樣 那麼過去我們牢上獎金也講 這個鄭康城啊 漢草大爐 鄭康城 他這個 酒量啊 是很驚人 喝三百杯不醉 一個小禮節都不失 所以過去李老師 所以過去李老師 在台中聯社 講課啊 講到這個 說如果大家的酒量都像鄭康城一樣 那釋迦摩尼佛不會治這條街啦 喝了對他沒影響他好像喝開水一樣嘛 所以這裡這一劇啊 並沒有 完全禁止人喝酒 就是禁止啊 你酒喝了去 鬧事 這個就不行 那麼酒這條街啊 在佛門五界裡面 這個可以開眼的 這個 做菜 那麼燒過了 沒有酒性了 不醉了就可以 如果喝了會醉就不行 現在這個全世界啊 對這個酒駕 也抓得很嚴格 你喝酒喝超過多少啊 如果被抓到啊 那可能你那個駕照就被 掉銷掉 現在全世界啊 喝酒開車的 發的都很重 因為這是公共安全 酒這條街他開眼很多 特別是用藥 中藥方面 開眼很多 所以這條街啊 他有開車吃飯 這些啊 我們要明白 總之啊 如果有喝酒的人 就不能過量 下面這一句講 骨肉紛爭 這個骨肉啊 就是指自己家人 親兄弟 互相爭持不忍讓 兄弟骨肉 兄弟姐妹啊 也不能啊 有奮爭 所以弟子歸講啊 兄弟母孝在宗 這個孝啊 對父母公敬供養孝順 那兄弟也要和睦 忠孝有替 對兄弟也要和睦 如果說對父母很孝順啊 對父母都很孝順啊 那兄弟不和 那做父母都很孝順啊 那兄弟的人啊 他心裡難過不難過呢 那當然也是很難過 那麼為什麼 奮爭呢 總是啊 不能忍讓 所以弟子歸講啊 原理啊 原理忍分自民 這個原理啊 你忍一句 你少說一句 那這個憤怒心啊 等一下他就平息下來 如果啊 要爭到贏啊 那這個可能骨肉啊 這個是兄弟姐妹就變仇人了 變演講對頭了 所以這個是不對的 應該啊 原理忍分自民 就 少說一句 這樣啊 可以平息啊 不必要的分爭 男不忠良 女不柔順 忠良啊 是男人的德性 柔順是女人的德性 這個男人啊 不忠實 不善良 不良 女不柔順 那麼女人啊 不溫柔和順 很強勢 現在講女強人 那女強人啊 大概就不會溫柔和順了 因為要很強啊 很強勢的 那麼在日本啊 我們還可以看到年紀稍微 比較大的 日本那個女人啊 真的表現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柔順 溫柔和順 但是現在呢 慢慢的受西方影響 慢慢現在的年輕的女子啊 也跟以前不太一樣 不過他們還是有保持他們一定啊 他的和順 溫柔和順 他這個傳統啊 也還都有 那有的已經受到影響 有的啊 他家教比較好的 都還有 有的 我在日本東京啊 我那個小京社啊 我們樓上啊 有一些林基啊 有一個女學生啊 坐天梯碰到的 隊友都很有禮貌 那表現啊 這個 很柔順 溫柔和順 所以 這個 要去看這個 柔順啊 現在在中國看不到啦 中國我看到都是女強人 講了女眾大家不要傷心啊 都是女強人啊 太強了啊 我們都甘拜下風啊 你要看柔順啊 去日本看 那麼日本鄉下呢 更淳樸 那個更淳樸 所以 忠良是男人之德 柔順是女人之德 我們再看下面這一句 我們再看下面這一句 不和其事 不敬其夫 這兩句也是跟上面這個有關係 不和其事就是 丈夫啊 不善待妻子 這個氏就是房氏 夫妻兩個人住在一個房間 就是 對妻子啊 不善待不和 有的啊都會去打妻子 應該啊要相敬如賓才對 不能啊 不善待妻子 那妻子啊 是給自己 這個家裡啊 傳宗接代的 要對他很尊敬 怎麼可以 對他無禮呢 所以老祖宗不是這樣教我們嘛 要相敬如賓 夫妻啊要相敬如賓 好 那麼這是講 做丈夫的人啊 不善待妻子 造成家庭失和 不敬其夫呢 是做太太的 對丈夫也不尊敬 這兩方面都不對 那現在離婚了 不就是這兩句嗎 一個不和一個不敬 那兩個就離婚了嘛 那這個都是罪過 美好金花 長弦妒忌 這個夫妻之間啊 說話往往都誇張不實 沒有講真話 長弦妒忌啊 而且啊常常啊 起這個忌妒 一忌之心 那這個 丈夫懷疑妻子 妻子懷疑丈夫 互相懷疑 互相嫉妒 猜忌 那這個家庭啊 就無法再維持了 那夫妻應該啊 要互相信任 不能啊 一點點小事情啊 那麼就起了嫉妒 猜忌之心 這樣啊 會把事情啊 弄得很嚴重 家庭啊 適合 應該啊 要理性的相處 這樣啊 才能維持啊 這個婚姻的 美滿 無形於妻子 失禮於舊姑 這個先生對妻子兒女啊 不得體的言行 就是亂打亂罵啦 那個叫無形 這個真的啊 有人就是這樣子的 那個也是罪過啊 失禮於舊姑 這個舊姑啊 不是舊舊姑姑啊 這裡就是 媳婦啊 舊就是公公 姑就是婆婆 媳婦啊 對公公婆婆不孝敬 那現在這個很多啦 為什麼呢 做父母的啊 沒有交女兒 嫁到啊 人家家裡去啊 要對公公婆婆 我要孝敬 而是啊 這個女兒嫁出去啊 在夫家 受了一點委屈 就回娘家告狀 然後啊 他爸爸媽媽就去找親家 親家母算帳 就這樣了 那這樣搞怎麼可以呢 你這個家庭不好啊 就影響社會了 社會不好就影響國家了 這個都是教育問題 失禮啊 對公婆 沒有禮貌 不懂得啊 孝敬 所以 蔡老師講課啊 常常講啊 起到好的妻子啊 旺三代 起到那個不好的啊 摔三代 那真的 起到他起到起過門來啊 是來破壞人家家庭的嘛 摔三代 這是真的 我們再看下面這一句 清慢先靈 那麼這個清是清是慢啊 就是 怠慢 怠慢啊 祖先神靈 對七世的父母祖宗 安葬 為理智 或者祭世啊 不虔誠 那個像 掃墓啦 那麼 以前的人啊 在感應篇會篇啊 有的一些掃墓 那掃墓啊 這個 是我們中國傳統的 這個 禮俗 也是啊 孝敬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表現 那麼到浮墓掃墓 在 會篇裡面講啊 過去清朝時代啊 那很多人帶著家人去掃墓啊 清明啊 那麼到墓前面去掃墓啊 沒有哀思之情 沒有懷念啊 這個父母啦 祖父母這種 哀思之情 那去掃一掃 拜一拜 大家好像到郊外去踏青 好像去旅遊 那種心情 那這個就是清曼先靈 那這個清曼先靈 也比現在好多啦 他雖然是踏青啊 沒有哀思之情啊 他起碼一年去掃一次 去拜一次 現在人啊連拜都不拜啦 他家祖先的墓墓在哪裡 他都不知道啦 現在是 這個問題 那在哪裡啊 也不知道啦 所以到這個墓墓前面啊 就愛一世之情啊 祭世啊 懷念啊 過世的父母 啊 祖父母啊 這個才是敬重先靈 所以這個我們 要 這樣來做 現在這個祭祖啊 就是提倡這一句 祭世要虔誠 那像我們學佛的人啊 那去掃墓拜拜啊 那最好就送個經 念個奏 念個回向回向祖先 不要到那邊 墓墓上去玩 那那個就清曼先靈 或者在家裡啊 祭世的時候啊 也不恭敬 這個 這個都是罪過 所以我 這個課講完啊 我後天啊 我也去 到我們那個 福建 錢州安西啊 我們姓林的這個 祖宗啊 那個宗祠還在 文革啊 沒有被拆掉 還在 那這我小時候啊 我伯母往生啊 聽到道士在念那個 書文啊 知道我們祖籍在 錢州安西 所以這個 我有機會到這裡來啊 有空檔 就是祖廟去拜拜 那我們移民到台灣啊 一兩三百年啊 這個 有 有 我們這個姓林的啊 有移民從 有兩個兄弟 一個到台灣 從廈門到金門 再到台灣 那一個啊 從廈門啊 就到文來去 他叫東南亞 那現在知道這個啊 那當然我們就是要去拜拜啦 這個對 先靈啊 一個尊重 也是我們敬勞上現在提倡的這個 記住 提倡孝道 唯逆上命啊 這個 違背掌上的教練 這個都是罪過 好 這一節時間到了啊 我們先學習到此地 我們下節課繼續學習下面啊 作為無語 這一句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 我們現在下課休息 我們下課休息 下課休息 來告一首 到最後 課休息 您